林口景泉公园是一座制洪池公园 然而临近社区住户则表示 今年以来有发现到只要是在下过雨之后 就会有沉积的淤泥或者是油污出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住户则是向新北市议员蔡淑君服务处陈琴 针对这项问题蔡议员相当的重视 特别邀请到水利局还有市府等相关单位 到现场进行会刊 希望把原因给找出来 林口景泉公园是智洪池公园 今年以来临近社区住户发现 只要下过雨之后 就会有沉积的污泥或是油污 因此特别向蔡淑君议员服务处陈琴 议员也特别邀请水利局 以及公所等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今年开始就会有一些沉积的污泥跟一些油污 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变成你像这个时候是已经放了 差不多一个礼拜 那个土粉是如果说是一般的泥土的话 其实你风吹应该就会吹散 它现在是直接零在下面 众人未找出污水来源 不仅翻开人孔盖检查污水下水道 也讨论各种可能造成污染的原因 但因为距离上次下雨时间已久 实在无法第一时间掌握现场状况 像这边把它做一些清理 那如果等下一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第一时间赶快通知我或里葬 那我们赶快请相关单位赶快来看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采样可能会比较精准一点点 不然现在用猜的 到底是因为厚厚的这些淤泥 还是真正有这些所谓的这些厨余 或者是这些油垢而造成的 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因为这种事件看不出来 这样好不好 蔡议员也请求民众 下次下过雨之后 油污污泥在出现时可以第一时间通报它 一例找出污泥来源 并做好妥善处理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林口采访报道 我应该也有点顺利 做好妥善处理